主料,鸡蛋两个,蜜饭150克,主量,金银二分之一小勺,鸡精二分之一小勺,黄瓜二分之一根,葱末,植物油,胡萝卜二分之一根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蜜饭撑到盘子备用,鸡蛋打入碗中,放少许的精盐打散条匀,黄瓜,胡萝卜,洗干净,把葱,胡萝卜, 黄瓜都切成小细块,锅中放油,油开后,倒入鸡蛋叶翻炒成鸡蛋碎,接着放入米饭翻炒,中小火不停的翻炒,直至米粒松散开来,粒粒金黄,然后放入黄瓜碎,胡萝卜碎,葱末,翻炒,调味,放入金盐,生抽酱油,出锅前放入鸡精即可,香喷喷的米饭就炒好了,烹饭技巧, 炒米饭的时候要中小火炒制,热豆炒饭的配料可以任意搭配,比如香肠,肉丝,等等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